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贵国创业界主席王汉光先生 尊敬的丁卫萍女士 尊敬的湾区委员会主席 Jim Wenderman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在这村上花开的美好的季节 我和我们总领馆的同事们都非常的高兴 应邀出席第三届硅谷创业节 首先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对本次活动的举办 表示衷心的祝贺 对来自中国的企业家 投资人和各界专家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每次来到硅谷 我都会被这里浓浓的 创新创业氛围所感染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 向前发展的动力 习近平主席上个月 在博尔亚洲论坛上指出 当今世界 创新的潮流 滚滚向前 谁聚集创新 谁就会落后于时代 就会被历史淘汰 如今在中国 创新已经成为 发展所需 大势所需 人心所向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正向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 更深程度发展 中国的创新发展 不会因为外来的干预 而滞步 也不会因为 一时的困难和出责 而停滞 相反 我们的头脑 会更加清醒 意志会更加坚定 脚步会更加坚实 我们会采取有效措施 大幅度放宽 市场整路 主动扩大进口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营造更加开放 和充满活力的 创新创业环境 我知道 大家都非常关心 中美贸易摩擦 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美的经济发展 相互交融 贸易战 没有赢家 只会给双方 多带来伤害 中国不希望发生贸易战 但 也不惧怕 会充分准备 有效应对 同时 我们坚持走开放 笼通 互利共赢之路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与国际社会一起 共同打造 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推动经济 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的方向发展 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朋友们 硅谷 是全球创新中心 和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 风向标 今天 汉海控股集团 丁丁电视 和中美企业峰会 在硅谷联合举办 第三届 硅谷创业节 吸引了 大批中美创新创业领域的 专业人士 回老 区块链 人工智能 5G通讯 精准医疗 跨境投资等等 开展 主题演讲 论坛对话等活动 有助于推动 中美创新资源 在互利供应基础上的 双向交流 和相互对接 在此 我要特别感谢 主办单位 为举办本次活动 所做出的 辛勤努力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愿与硅谷各界 共同携手 一路既往地 支持大家 通过多众形式 持续推进 中美 在创新创业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最后 做本届 硅谷创业节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